但他把它看作是肾阳虚所造成的结果 不把它当作是病因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要治疗一个高血压的患者 几乎都是可以直接开真五汤 正肝西风汤这一步骤可以跳掉 如果你不敢跳掉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你就先开正肝西风汤 如果那个人是真五汤的患者的话 正肝西风汤不要吃到三铁 他就跟你讲全身重得像鬼压床一样 那就知道不必再用正肝西风了 再正的话人都趴下去了 就是白娘子永胜雷锋塔 这个不必啊 但这个 所以几乎就是现在 但你看一个人看起来好像阳气很旺 脸红红啊 高血压对不对 你说他怎么知道是正 怎么知道是真五汤 你护管撩起来 找找有没有水毒红豆冰啊 有时候会有啊 所以 这个辩证点不会那么难抓 那更何况高血压的主症 我们讲到说 头昏心计 真五汤症啊 那弹数区要把这个高血压退下来 八两泡腹子的真五汤 吃一个月血压就下来了 那相对来讲 如果你是吃科学中药的真五汤 要搞多久啊 可能就比较漫长啊 就像我们宝贝丁助教平常是吃真五汤是吃减肥的还是什么的 对不对 结果呢 吃着吃着血压就降下来了 你原来血压是高的时候 160 那吃了真五汤之后变得 130 130 140 所以就 如果你是吃科学中药的话 至少这个效果是可以期待的 那如果你要让这个人的血压 一天之内从180掉到70 生腹子两颗的四腻汤可以做到 生腹子可以让你血压立刻掉下来 就是因为它破阴时嘛 所以你如果买得到生腹子的话 你真五汤里头啊 泡腹子放个四两 生腹子放个半颗 这效果还很快 不过 你要血压不胀去 你必须要正顾阳气 生腹子是能够泄阴时 可是不补阳气的 所以之后还是要继续吃泡腹子 炖肉啊 这样做一个保养 做一个长期的疗程 但基本上真五汤值得期待啊 所以它的效果是很确实有效的 甚至可以说是腹子剂 非常确实有效 那但是呢 即使你是用真五汤降这个血压 这个病人可能会有些其他的这个肝风上腻的主症啊 那这个我们的医案里头 比如说第十页有大陆的这个普甫周教授的这个用真五汤制高血压的加减 那你看他啊 就有加什么桑济生啊 龙骨肚众枸籍牡蛎了 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加减法 他有说明是为什么啊 然后或者是弹树取治心脏病 如果那个人他失眠了 心胜不骄 他加远至早人 但如果他这个人有头昏干风上腻 那正干风代表要是龙齿天马 就气须加档生 然后消化不良 然后气不降 还可以加沉香啊 厚破啊 那如果这个人有喘症的话 那你还可以啊 再加这个地龙肝 就蚯蚓肝 让这个肺部的这个潭水能够下来 或怎么样 就这些加减法呢 同学只要自己稍微看一看这些议案 做一些整理 那我想是不难不难掌握的啊 所以这件事情 我就不要花太多力气了 基本上我们知道 腹脂剂有效 事情不就解决了 如果你是天天吃真五汤 搭配四泥汤 而且是用生腹脂的四泥汤 泡腹脂的话要用太多了 我觉得生腹脂比较省 那血压一个月降下来 然后继续呢 吃比较补养的药当个保养 维持这个体质 不要再掉回水毒的阴食体质了 那其实一个月能够医到完全好 所谓的完全好就是说 这个人他的血压不是你用什么霸道的方法压下来的 而是他的体质再也不是高血压的体质了 他这些硬掉的组织也软回来了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的具体内容其实是 在金方的世界我觉得要做到它没有那么难 那你说是不是一定要用弹数取这个八两 八两泡腹脂的这个做法呢 我们看第十业讲义这个仆甫舟议案 他的腹脂是放多少 4.5克而已嘛 然后吃了几天 就是差不多吃了吃了几天也就症状去的差不多了 就是正固元气他可以加点五味子啊硅板啊 就是就是要要看到血压降下来根本不难 那那同学啊 这样子讲着讲着 高血压这个病啊 就解决了 而且也不是这种所谓的打嘴炮 因为临床上用起来很有效 你不用觉得说这东西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看书觉得什么都会 意思是像临床都医不好 这也不会啊 这个姚教是确实可靠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接下来要如何活下去 就是当你看到你周遭人高血压啊 你看他招招手说我来医 这样子可以吗 我个人就觉得不可以啊 我觉得学医啊 是学一个技术 身为技术人员最重要的自尊就是 人家叫我去帮他修水管 我才可以去人家修水管 如果你是要当侠客 人家没有叫你去修水管 你摸到他家去修水管 人家会叫警察的 所以 我觉得身为一个技术人员 我们要有这一个 又有一个觉悟 就是除非别人希望我们帮他修理东西 否则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 跑到人家家门口去大叫 你们家水管坏了啊 你们自己都不会修啊 把他滚出来啊 放我自己去修水管啊 这种拉客的方法 这是各行各业之中 拉客属于正常的只有妓院 就是其他的行业都拉客不属于正常 所以身为一个技术人员 我想不要去当那种特种营业的技术人员 所以方法就这样教了 大家学了 聊笑的话 冰住就要吃这种汤 吃好玩血压也掉下来了 所以就是这样 那像我们同学 他们从前那个班 这种同学就玩啊 玩他爸爸 就爸爸血压很高 就煮一切四溪汤 就要喝 喝了以后马上凉 你看一百多降到七十了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不难搞啊 当然那四溪汤降下来 可能也是降下来一天而已了 就是你要阳气补足了 水族体质改善了 那就是整个好起来 这才算 但是 如果不吃西药的干扰的话呀 一个月也可以处理的很不错了 那 只是 到今天没有人聊我 就是周遭的人 有人有高血压 你看他说 高血压是可以根治的 他听了以后 就会觉得 我在西医院听到的不是这样哦 真的不要说在西医院听到的不是这样子 现在的西医界 都去公开承认一件事 就是西医对于高血压这件事情 到底为什么会产生 这个认识是很模糊的 就是西医自己本身做研究的都知道 就是高血压是一个不太清楚它是怎么回事的东西 那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所谓的降血压的代常反应的药物来压住这个人的血压 但是并不代表他已经 这个体质已经好起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但是高血压我觉得 高血压跟肾衰节都是西医比较无害 而且比较无辜的一个领域 怎么讲呢 因为无论是肾衰节或者高血压 西医都会有勇气承认 就是这个病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要怎么搞才会好了 所以比如说肾衰节对不对 我们西医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没有补药这个东西对不对 我们没有补能量的药这个东西 所以当一个人肾衰节 那你如果不帮他洗肾他就会被毒死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开发出洗肾的方法来收这个烂摊子 那那是病人肾衰节在先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收烂摊子你不能说我错啊 是不是 所以这件事情你不能够说西医 有罪过 同样的像高血压 西医人说很清楚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 我们不知道他的原因 那但是你血压高你会投婚会怎么样 那我们只好吃一点有副作用的降压药 让你不要投婚能够过日子 对不对 那其实我也有一些认识一些长辈 他们高血压一辈子 吃西医药一辈子 到后来也是死的还OK啊 就是没有死的很痛苦啊 那所以 所以就觉得好像 然后也不是说活得很短命啊 我觉得这样子吃西医药吃到死 会觉得OK吗 又不是说吃了之后一定会怎么样残 不会啊 就是还好啊 所以高血压跟肾衰节这两件事 都不会让人感觉到西医的邪恶或者疯狂 就他们没有帮到什么事 可是也没有坏到什么事 就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啦 就是心情上还比较能够平静一点 但是呢 如果要讲到糖尿病的话 那就是十分之不可爱了 因为糖尿病就是一个西医 他明晓得自己不会医 却偏偏要让你觉得他会医的一个病 那这个就非常讨厌了 像高血压跟盛帅姐摆明不会医 这样子很简单 但是 像你知道 现在前面有个官员 对不对 说什么长病流流行 他就说 那不然就祈祷吧 我觉得觉得真有良心啊 坦诚西医不会医嘛 这个病毒这种东西 没得防没得医就是西医尝试对不对 他很诚实地陈述一下西医尝试 就人民还骂他 就我们人民就这样喜欢被骗啊 就是喜欢温柔的谎言 不喜欢帅子的实话 那这个 那这个糖尿病这个事情就是 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啊 因为糖尿病这个事情是 有西医介入了之后 反而让病人变得很惨 那这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了 我想糖尿病在西医的逻辑里面哦 可能是有一个基本上面的 主轴上面的逻辑矛盾 逻辑的矛盾啊 这是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 白话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五郎被启笑 怎么讲呢 为什么说他在发疯呢 就是你知道 有一种病叫做骨质疏松 这个骨质疏松啊 是我们的骨头抓不住钙质 对不对 所以它疏松了 那抓不住钙质的骨头 我们就会说 哎呀要多给骨头一点营养 把它喂饱一点 对不对 你全身都有好吸收的钙 这骨头就能够得到滋养 所以膝盖痛 吃吃为鼓励 对不对 还要买什么牌子 特别有效 然后呢 吃了两个月 哎 膝盖就不痛了 骨质回去了 这听说过吧 对不对 那同样一个故事 我们换一个主角 糖尿病 就是细胞吃不到糖 所以这些饥饿的细胞 在拉紧抱 我们的人体 就像这个慈爱的母亲 发现每一个细胞都在喊饿 这么多小鸟在叫 我要怎么喂啊 赶快血糖提高 让我们的河流里面充满了糖 让这些饥饿的细胞能够吃到糖 只有西医说 请降血糖 当骨质疏松就要吃回骨粒 细胞没有糖就要降血糖 那这个逻辑哪里是通的呀 就是 这不是就是逻辑上面的矛盾吗 那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疯狂的漩涡 那所有的治癌 就依循着这个疯狂的漩涡开始蔓延 那你说 这么简单的道理有什么西医想不通 那是因为西医他们有一个观察 他们说如果一个人血糖高了 高了十几年二十年啊 人的身体一直处在这个血糖高的状况之中 组织会被糖炮坏的 就是人变蜜健了 那这个人变成蜜健呢 就会组织容易坏死 眼底容易出血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他说为了怕你这个病久了之后 人变蜜健了 所以呢 在让你变成蜜健以前 先给你身体的糖要把它降下来 要补充胰岛素 把它糖降下来 免得你有一天三十年后变蜜健 然后呢 你要知道就是你要好好配合呀 就是千万不要身体里面糖泛烂啊 所以你食物啊 不要吃那么多淀粉 面包要控制要怎么样 吃点青菜啊 冬粉就好啊 就是我们可以现在 现在物产丰饶啊 可以多吃肉少吃饭嘛 对不对啊 就是吃的还是可以很营养啊 但是淀粉不要吃啊 对不对 就这样子 因为怕 为了怕你三十年后变成蜜健 所以要这样子提醒你 我们今天开始就要好好的降血糖 可是呢 一个人体啊 当我们 淀粉吃的不够的时候 其他的一些营养素 在消化吸收的时候 就会产生毒素了 就是如果你不吃饭 只吃肉的话 那个肉的蛋白质 人类没有办法代谢的很好 会变成毒素的 所以从前好像有一个什么演艺人员啊 就是只吃肉来减肥 减肥完成之后不久就死掉了 就是因为他一个人只吃蛋白质 不吃淀粉质的时候 他的蛋白质的这个代谢物啊 没有淀粉质帮忙化解的时候 会把他的肾脏堵死的 所以呢 当我们人类在 一开始发现 有糖尿病这个病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的患者 他可能会遭遇到的现象是 他得了糖尿病30年后 我们会发现他的眼底 网膜有点出血啊 势力提早退化 有白内障 然后呢 有一些末梢的这个组织 开始损毁 就是他得了这个病30年后 可能会发生这个状态 所以呢 我们为了防止30年后的这个灾难 所以要做这些事情 不过通常一个人50岁 开始得糖尿病啊 30年后也80岁了嘛 对不对 幸运的话 不用走到内部就已经先死翘翘了嘛 那可是呢 当西医开始严格管控血糖之后 就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 就是 但是这个病人平均十几年就会胜衰竭 因为人体撑不住这种饮食方法 撑不住这种低血糖的生命品质 所以西医介入了之后 30年后的密件免除了 10年后就胜衰竭了 所以在现在的西医的尝试 就是每天就在那边叮嘱你 一定要小心血糖啊 因为糖尿病很可怕啊 不好好保养的话啊 10年之内就会胜衰竭啦 这个话他讲反调了 是你叫人家好好保养才出现10年胜衰竭 这个事情的啊 就是你叫人家 不要好好保养30年后变密件 好好保养10年胜衰竭 这才是真相啊 就是知道历史的人都要讲的就是历史的真相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30年后的密件跟10年后的胜衰竭 要你选你选哪一个 密件 可是呢 西医就会劝你选择10年后的胜衰竭 而且还拼命叫你降血糖 他说他还现在现在西医会自我洗脑 就是你只要血糖这样就可以不要胜衰竭 那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啊 就是非常的不合乎逻辑 那而且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 我们说 什么末梢的神经坏死脚溃烂 对不对 要节肢啊 或者是这个眼睛变白内障什么什么 我们说这是因为血糖高 就是甚至过去的医生都说 这是密件效应 对不对 就是你的身体被糖泡坏了 可是呢 现在 什么控制血糖方法都有了 血糖控制的很低了 结果呢 白内障的还是白内障 末梢神经消失的还是末梢神经消失 脚溃烂的还是溃烂 所以证明了什么 就是30年前说的密件论是错的 就是这个人死掉 不是死在密件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你血糖降的很低 那些死法还是都来了 所以等于是30年后会变密 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谎言 所以就变成30年后变密 这件事情已经不存在了 只有10年后胜衰竭跟梅吃这两个选择让你学 然后大家还是要学10年后的胜衰竭 这就是大家陪伴西医一起发动的一个集体效应 那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事情 就是一旦开始看西医了 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那如果你不过这话还可以再退几步来讲 就是西医定义的糖尿病是尿崩症 就是他有一个主症群的 就是小便啊这样的拼命要跑厕所啊止不住啊这样子 就是要到达尿崩的状态才能够被定义为这个人有糖尿病 因为他那个外国话写出来 那个外国文就是尿崩症的意思 那问题是尿崩症跟血糖膏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一个人血糖膏他可以高30年也不尿崩吗 所以为什么要在血糖开始高的那一天就要开始紧张呢 就是今天人家身体里面细胞饿了嘛 所以血糖就高了嘛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些事情把细胞喂饱了就没事了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在西医的逻辑里面啊 你可以说他是越医越坏 乃至于变成一个高度恐慌 当他的整个系统处在一个高度恐慌的时候啊 他不知道该抓哪一片浮沫了 当他不知道该抓哪一片浮沫的时候 他唯一的浮沫是什么就血糖嘛 因为他管得了的只有血糖嘛 烂掉了他也救不了 那个这个白内障子不可逆反应 他也不能让他回来 对不对 又不知道生气完 那就是什么都救不了 对不对 神经消失感觉脚麻木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神经死不能复生 就什么都管不了 所以只能管你血糖 所以他血糖是他唯一的福目 所以当他发现这个病 他怎么一都是越医越坏 他除了叫你降血糖还能怎么办 所以呢 两年前听说血糖160叫太高 八年前是180叫太高 就一年前说140就太高 今天你今天是听什么120就已经太高了 对不对 就是就告诉你说血糖高很危险 这些我们都救不回来啊 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事情 如果你在我们这个老老实实的这个金方中医的框架里面看 就会觉得 哎呀 跟高血糖差不多难医而已嘛 就是一个月就打完收工了嘛 可是这个话你讲出去 一个绝望的这样子抓福目的人 他的内心世界跟我们这种不当一回事的中医已经离得很远了 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西医的整个系统是觉得他是疯子的时候 那个系统里面的人看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是疯子 所以这些东西 因为家里面血糖高的家人有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可是你今天上了这课回家你开始跟他讲话 就开始结愁了 就应该会觉得你神经病 那这是一个 所以我常常我觉得我教书有时候就会讲说 我们这个门派如果有一个门规的话 我希望这个门规是绝不要求别人相信我 也只能这样了 这是伤害最小的方法 因为如果如果你真的啊 要去说服你的家人 其实会变成每天都在家庭大战争 很难过的 就是人家不喜欢相信的人就是不喜欢相信 那这个这件事情绝不是说你用力去熬 去跟他辩论就会有好结果的 你讲话大声的话 你也不看看这个时候你自己多霸道 在人家眼中你是多么讨人厌的一个人 就是当你活得那么讨厌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讲了 就像是我外婆啊 她这个血糖高 我确实就很紧张啊 然后就帮她看一大堆医生 我觉得糖尿病看西那是绝望之旅哦 就好像到玩具店去买萝卜 我跑了一百家玩具店还是买不到萝卜 就是 就是这不是他们的业界范围你知道 然后就弄得很消沉 然后我就说外婆啊就是 如果你用他们那一套的话恐怕身体是提早毁灭哦 外婆就说 如果你要我去用你那套歪理去跟你舅舅吵架 要我跟我自己儿子天天吵架 我宁愿赶快死掉算了 我听听说有道理啊 那你赶快死掉好了 因为这两个选择我觉得是在你意识清楚的情况下 就要不然家庭大战争要不然赶快死掉 那她选赶快死掉 免得家庭大战争 我觉得很合理啊 对不对 家和万事成嘛 对不对 那这么老了对不对 也不在乎多活几个月了 这也是有道理是不是 所以这种事情也要尊重家人的选择嘛 所以我也觉得你要家庭大战争 赶快死掉选哪一样 我会觉得一半的人选择赶快死掉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哦 那我们给杜嘉换一下带子啊